就算把F16送到基辅 乌克兰也没辙 因为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实军 欢迎收看严实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关于F16对乌克兰来说 不是有没有 而是要不要 自从欧乌冲突进入第二年以后 泽连斯基就一直反复不断地向美国索要F16 美国最终答应了乌克兰的请求 批准了欧洲国家将自己的F16 转交给乌克兰空军 但直到现在 乌克兰仍然没有真正的得到任何一架F16 一开始乌克兰还会催促西方国家 让他们履行承诺 尽快送来F16 但是最近这段时间 这样的声音似乎是越来越少 前阵子乌克兰空军甚至直言 目前并不打算接收F16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难道说乌克兰认识到F16 只是一个无法实现的大饼 自己放弃了 并不是 其实对乌克兰来说 关于F16 现在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有没有 而是要不要 什么意思 换句话来说 就算现在把F16送到基辅 送到泽连斯基的面前 乌克兰也没辙 因为拥有F16 不等于能完全发挥它的作用 乌克兰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最大的一个问题 飞行员 大概是在去年10月底 美国宣布开始对少量乌克兰飞行员 进行驾驶F16的培训 正式的大量培训应该是在11月份才能启动 按照美军的说法 一位合格的F16飞行员通常需要培训8个月 如果是经验丰富的飞行员 至少也要5个月 更何况 这些乌克兰飞行员想要学习驾驶F16 除了必要的基础知识和实际操作之外 可能还需要花时间去学学英语 这么一算 就算乌克兰送去美国培训的飞行员 各个经验丰富 那也得等到4月份 甚至到5月份才能驾驶F16 很明显 现在还太早了 其次 机场 后勤和维修等必要设施 乌克兰尚存10来架米格29 时不时出动骚扰一下 说明乌克兰还是有可用的空军基地的 但这些基地和米格29对俄罗斯威胁不大 加上俄罗斯空天军也确实拉垮 所以一直没去斩草出根 属于是随缘打法 逮住了才打一波 但如果是F16那就不一样了 一来 起飞米格29的机场并不能满足F16 对起飞环境的需求 或许要重新建造更加现代化的机场 二来这样的机场还不能只建一两个 否则F16只能集中部署 被俄军发现 那就彻底玩完了 而且乌克兰不仅要为F16建机场 还需要建造配套的后勤保障体系 这对现在的乌克兰来说 等于是天方夜谈 当然也有人说 乌克兰可以把F16停在其他国家的机场 需要时再起飞进入乌克兰作战 我其实不太同意这个观点 因为如果不出到乌克兰之外 那这些国家到底算不算参战呢 俄罗斯会不会因此轰炸这些停落在乌克兰F16的机场呢 这个问题相当敏感 相信欧洲国家也会慎之又慎 可能商量到最后 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当这个冤大头 总而言之 对乌克兰来说 现在并不是取得F16的好时机 但问题的关键是 如果非要等机场和各种设施建好 人员培训好 到那时的俄乌局势 还会是现在这样吗 西方已经开始为放弃乌克兰做打算 乌克兰又能坚持多久呢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